小朋友跟着妈妈来恰功 可以在这个育婴室里看书玩游戏 来台湾三年的阮太太她说 在越南的乡下根本没有做过垃圾分类 当初来到台湾也没有针对外籍人士 进行教育 语标语宣导 让她一直搞不清楚状况 我在乡下不太来讲 在乡下就比较没有 没有啦 那一样我们的国家门社有 在都市有 在乡下比较没有 对对对 像这样子有推环保的概念 你觉得怎么样 这样就好了 这样很好 那不能不会这么讲东西 发乱发 哦 这样比较好 对啊 服务的对象多半来自各国外籍人士的 入出国籍移民署宜兰服务站 在办公室发起了推动资源回收的运动 不但有多国语言的宣传单 职员们也提供了二手童书 玩具甚至是孕妇装 让前来洽工的新移民也能善加利用 移民署他们员工也把他们家里面的一些像孕妇装啦 熬桶的图书啦 或者是玩具啦 这拗手的 他们家里不用了都把它拿出来 给这个来这边洽工的这些外籍新娘的一个 男带小孩的时候可以使用 那我们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尤其现在来讲 很多人得了生一胎两胎 那这个应服装其实都还很好 所以我们把它收集以后 我们就把它带过来给他们来 比如说借用或者是来使用 那我想这个达到所谓的资源 永续利用 宜兰县环保局依据机关办公室 环保考核要点进行评比 发现入出国籍移民署宜兰服务站因地制宜 除了办公室同仁做回收 还将环保概念透过洽工民众加以推广 获得机优鼓励 也让受服务的外籍人士 可以了解环保与资源回收的重要 家里有二手物品的民众 更应多家利用各地的资源回收系统 间接家会需要的朋友 雪碎新闻 街红业 赖雍胜 采访报道 雪碎新闻 雪碎新闻